好 回到太陽能系統的股份 有朋友問這幾天都有上升 現在還值不值得買呢?ENPH 我覺得在太陽能類的股份 仍然會有一定的所謂上升空間 特別是剛才這一隻太陽能設備類的 或者我們更加推演到我們香港 比如上游那些是做多星龜的 或者單星龜的那些 例如A股的農機綠能 或者甚至香港的保利現金 你見到其實也是非常之強制的 變了就是說 譬如說是最上游這類的公司 和設備類的公司 亦都因應了 譬如說本身太陽能本身來講 都是一個長線來講 一個 positive 的招揚行業 本身的一個推薦是正面的 再加上現在油價是這麼發惡 替代能源就一定要加快 這些種種的所謂的大環境的利好 和國家就一定不會搞這些行業 甚至中國政府也不會去搞太陽能企業 變了就是說這個sector本身來說是值得去留意的 不過當然也是借這一隻美股也是提醒 其實在整個太陽能產業鏈 希望大家最初間的常識 整條鏈在上游下游中游 他們互相之間是有可能不是一個合作關係 而是一個基本上是一個頗為敵對的關係 譬如說什麼意思 譬如你幻想一下 如果是最常游的原材料 即是龜片那些 它的價格是偏高的話 其實你是下游那些 譬如說太陽能玻璃的設計 太陽能玻璃製造那些 它作為下游來的比較 它就受害了 因為你上游最頂之的那些 你的材料高企 那你最下游那些你當然是慘的 所以你要明白它整條鏈 因為有些行業 它整條鏈是大家是榮譽與共的 但是太陽能這個設計 它就不會的 這個最上游和最下游 其實是互相是敵對的關係 或者可以叫做恥宵比掌的一個關係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譬如說怎麼搞錯 為什麼那些6A6N 樓為380那麼好 我買中的 這個是9600它是要那麼跌的 當你明白了 他們互相是一個恥宵比掌的 半律對職關係 你就對於9600 或者665向下跌 你就一點都覺得不意外 所以要認識這個 這樣會好一點點 嗯 好啊 crews應會被添加出 可忽 5